这冻冻落每两下都被抽完了 那给孩子们做个新的吧 这回多放点好东西 真真 这个刚好够放 男孩子们最喜欢的孙悟空 给他摆个位置 还有真正洗洋洋卡片 随便拿起刀 给他放在这些洞里吧 还有大宝喜欢的游戏机 还有大壮欣欣念念的科学小实验套装 这两个都放不下 怎么办呢 诶 有了 给他写两张纸条吧 游戏机就给他放在左上 科学小实验就放在右下吧 再来一些闪电爽 就给他放在这个洞里 充满吧 孩子们还喜欢口红糖 刚好三种颜色 1 2 3 再给他们放点其他的小零食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最后用泡泡糖 把剩下的洞都填满 让孩子们开心开心 像选一张皮卡丘的贴纸 孩子们肯定喜欢 大宗不成 你们想出哪个洞呢 小丽晚上漂亮吗 只要战斗这个魔方就可以实现哦 只要战斗他我就能变漂亮吗 等等小丽 你这样已经很漂亮了 我们还是走吧 静香 你别动吧闲事 别 你说你能把我变漂亮吗 快变 当然可以 但是要用你的寿命来换 也就是说 从你变美开始 你的生命就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即便是这样 你也还要赚吗 变了又如何 哪怕有一刻中的眉毛 我也愿意 小丽 你要想清楚 这样你收编会死的 你这种漂亮的人 没资格说话 从小到大 所有人都围着你撞 在你身边 我就是个小透明 连我爱你的男生 他都喜欢你 可是 男生我真的变美 变漂亮了 我真的变美了 变美了 十年之后 丽丽 我不要变漂亮 我想要活下去 你对你现在的美貌不满意吗 刚开始一切都很好 慢慢地发现 我的身体重快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每天都被冰头折磨 刚刚我去医院解证 被告知 只剩下一个月的寿命了 回不去了 有得必有失 就是你自己选的 你骗我 你骗我 何时朋友 说的啥 你要的是健力宝吗 难道是流口水吗 怎么老实猜不对 我说的是口红糖 哎呀你不早说 写着刚进的整版口红糖呢 我含着一口水 还等着水锅榨汁呢 别担心呀这 接着温水多的是呢